晚晚工资都开不起 哥们今晚给你咬吧 再也不好意思咬 今天带你看看葡萄的天花板 天花板 阳光玫瑰听说过没 阳光玫瑰 就常说啊 这个行不行就是 尤其植物这也是看根 看叶看茎 我只能说真结实啊 这劲儿 天花板啊 女神啊 这个葱是能搭得上的 综合了蹄子和玫瑰的优点 饱了 其实我们刚才也尝了 这个东西是真不错 我听说它这个种植的时间 周期特别长 它需要化肥量很大 就是上粉 就是粉底部弄到 调面种到上面 就是往里上粉 然后它是生长中期 七到八个季节 那等于说你们在过年期间 也不能停呗 不停 过年那天一直在流里 家面被房面被在流干活 没听过 那现在这个棚里冬天外边冷 里边还能到三十多 那现在这个季节 大约都四十多度啊 那也不错 它流了一点去流干活 每天工作大概多少时间呢 八个小时 这叫怎么说呢 初和日当午 汗低和下 我可以想象到啊 一天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 对 就是放那一度来着 我想问一下 这么好的东西 咱现在销路怎么样 销路不太好 然后呢 您工作量也挺大 也挺辛苦 我每天放这 咱这都是干活 然后看着棚里边东西 现在卖不出去 搁谁是东西呢 嗯 现在老板工资都开不起 哥们老板这个人都接 咱们要不跟你咬吧 咱也不好意思咬 对我一看 就是老板就是真正是不容易 阿姨啊 不会说 你看董店 这个本人一共有四万多斤啊 没事大家 我们公司这么多人啊 卖不出去我就当福利了 再说了我们这么好的葡萄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帮我们去卖出去 我们去大家 我们共同努力去做好这件事 你要卖啊 阿姨你要吃一吃 可以吃吧 哈哈